今天主持的是我 就是上面後面的寫作 我叫張師傅 大家好 在我們今晚上的折舞開始前 讓我們先給部長 就是我們先感謝 這個我們現在辦這個場地的這個土地 也就是凱達哥藍族的原本跟據地 那我們先部長感謝凱達哥藍族 好不好 這個是我以前在國外的時候 每次的所有的攝影場或是Teaching 或是Workshop都會前面都會有這樣子 就是說你看你在根據地上的辦場地的地方 是原本的第一民族他們的土地 當然都是閱讀 當然都是用很不和平的方式取得的 所以說大家必須要隨時隨地都記得自己保持一個感恩的心這樣 也許這個剛剛曾經那個時候應該還是 還是湖泊 可能還是可能還沒有見到土地 我就更早以前 但是畢竟可能凱達哥藍族也是喝這邊的水 才能夠避免出我們後來的這個台灣的這個原住民族的文化 縱使它是比較消失的 好但是那是題外話 好現在那我們今天主要 這個主題當然只是講這個 嗆嗆是等於公共危險 為什麼會這樣這個題目為什麼會這樣定呢 因為公共危險在以前 那我先跟自我介紹一下 所以再打回來 我上面有時候是一些產媒參與者 那個參與者是這樣 因為就是本來就是在2008年 我們那個時候曾經有一個小小的街頭上面的一個小小的騷動 但是在那個時代 所謂這35年前 那5年前其實更早以前也是這樣 就是說 如果是上街 如果做這個不論是嗆聲 或者是抗議或是遊行的話 那警察對我們的那個 那個他們的方法就是用那個 集會遊行法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手段 那最近他們研發出一個新科技 就是一個新的那個 新的解釋 那就是我們在 當事人徐順老師 就是第一手 有這個受到這個 他們的這個最新的發明 就是那個公共危險 就是要開始用公共危險來說 比如說你在街頭上的這個抗議 或者是在街頭上面的行動 是一種公共危險 那我每一般認知的公共危險 應該就是譬如說 台南放會 那種什麼放毒氣啦 什麼都經不一樣 什麼把火車的什麼軌道拆掉 讓火車整個翻掉 那種那種公共危險 那個也是公共危險 那如果說鎖在路上 然後警察就直接把你 把你過肩摔給你弄倒 然後頭上弄了顆洞 或者是說 把徐順徐老師這樣直接把你抓起來 然後弄半天說 你那個 怕你被車撞之類的 就是 那就是說 這是一個新發明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遇過這樣的東西 那我們當然只是 能夠了解一下說 那個警察這方面他們這個新發明 怎麼回事啊 怎麼會逃出 什麼生出這個東西來呢 那我們當然 今天我們就是不只是說 從 徐老師的這個 現身說法 因為他 畢竟是我們的第一個白老鼠 就是第一個知道 什麼 這個公為怎麼回事 怎麼會用這個來弄我 這是第一個 那我們 同時也有這個何老師 來自那個 萊頓大學的這個 博士班的何老師 那他 當然也會跟 這是 這是從一個比較國家發力的角度 來看這個 人跟國家之間 我們作為公民 跟國家之間的這個關係 以及他的這個嚴格 會是如何 那當然 接下來我們的副標 這個街頭交戰走折 我們當然是 當然不讓 一定是要請 這個 我們的這個林律師 幫我們 對 就是告訴我們說 這個 這個 實戰 實戰上面 該怎麼做 平常知道套路 什麼 黑虎偷心 什麼 老樹盤根 知道那個 不一定 不見得 因為你 實際上實戰的時候 你要知道 右鍋拳來的時候 不要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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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知道 實際上 這個戰法怎麼戰 那個 我們不能 只是一直 只看夜未的電影 你要去找人家打兩架 你才知道 什麼叫做打十個 當然 我們 今天在場 很多人打十個 尤其是我最尊敬的 我們的這個 小少年充足 就是 你們可以看到後面那個 穿著白色衣服 在一個 皮革電腦後面那一位 那個 那個 86 你 動86 給人家看洞 轉過來轉過來 就是這個洞 大家記得這個洞 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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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幾天前 上禮拜 是不是上禮拜 跟徐老師同一邊 跟徐老師同一邊 那徐老師是被 就是被抓去 那 那86是被 直接被 被人家 傷害的 所以去逢很多針 這是 很可憐 但是我會 我因為轉載了 他的那張 頭上有動人的照片 也是獲得了 將近一百個讚 對 也是 也是 人家的護衛 魚幫水 誰幫你 感謝他的動 感謝東巴琳 那感謝東巴琳為這個社會的付出 感謝徐老師為這個社會的付出 那當然 更重要的事情 我們別忘了之前 就是說 街頭的交戰 街頭的嗆聲 這個東西是 有的時候你 對啦 去嗆聲去 去 去龍 龍我的戲 是很爽啦 但是 今天我們找徐老師在 不是只這個樣子而已 因爲什麽 徐老師為了什麽去 這才是重點 不要說徐老師 不只是徐老師 像動八六也是一樣 我們請徐老師來當時 你是到底是為了什麽東西 必須要 採取要到嗆聲 要跟人家動手動腳 為什麽要到這樣的程度 為什麽一定要如此 為什麽因為你心有所愛 因為你心裏有 你知道你必須要保護他 你必須要捍衛他的東西 所以為了那樣 我不擇所斷 我不能夠 只是待在家裡 或者是當然啦 來擇舞 參加我們的擇舞 做這個演講是第一步 先了解怎麽回事 先了解該怎麽做 但是有了know how以後 還是要有hands on 就是還是 我不是鼓勵你們去 因為剛剛有人說 鼓勵大家上 我不是鼓勵大家上去 不需要什麽街頭都上 但你要知道你到底為了什麽 你要知道你為了什麽 然後再清楚 再非常清楚知道自己堅持什麽 什麽是對的什麽是錯的的時候 那麽這一切的技術 就會是 對你來說才會真的有效 對你來說 它才是真的有用的東西 因為你不知道你在 為什麽跟人家打架 你一定會拿輸 縱使你技巧在好 肌肉在強壯 但是如果你知道你為了什麽 那 你沒有贏 你會怎麽樣 你沒有贏 會有什麽後果 你如果輸了會有什麽後果 當你知道了那樣子的來龍去末原因之後 那 這 就 你縱使有 就是你 當然就是會比較 跟自己會取得一個心靈的平靜 縱使 那會讓你透過血流 或者是縱使 那會給你一個在背景場移送 在配處所裡面 感覺到孤單 感覺到害怕 感覺到想要離開這麽 那有的時候可能 可能留在那裡會比較好 多留一碗 可能比馬上當場 化壓離開好 那這些都是 今天 可能李律師會跟我們分享到一些東西 好 那我們 話不多說 我們就先請老師們 先跟大家 先做一個 initial的大概 老師先講 先講一些 那我們再看現場 如果有任何人 當然 你們那麽多人來 大概是為了QA 所以就是盡量 難道就是多發言 想要問什麽問題 那都請跟我 就是你就舉手發言 就OK了 那這邊 哲伍是不是有 喂 Sophie 哲伍是不是有什麽 發言的一些原則 要跟你主持人通 我決定是不是 OK好 那就我決定 所以你們跟我 你們就舉手好了 我就知道 舉手可以嗎 舉手可以嗎 好舉手 然後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請 我們先請 徐老師 對對對 機場今晚的這個主角 那個 Spot Eye 幾下 欸 有點在轉嗎 我覺得這個 只好是個很誠直的一個 就學人 我本來以為說 今天晚上要來看 土地正收了 原來我當一聽下來 好像大家比較 感興趣的是 我怎麽被抓 不知道 抓了之後 應該做些什麽 我想我就 先談這個部分 先給各位分享 我剛才知道 我是第一隻白老鼠 真的 真的 我真的 沒有之前有 一位公共危險 最 沒有 沒有 喔 那真的 台灣之光 謝謝 那也感謝大家的關心 那這一陣子 我收到很多貼褲 很多藥膏 其實我身體的體積沒那麼大 但怎麼貼都貼不完 所以說 請各位不用再送我 腰膏 關於貼褲了 OK 那我就談談那一天 我的一些經驗 把一些 一些 其實 重演在後面 重演 其實也可以講一點 那天早上 其實我們在 砍道前面 是有一個記者會 那記者會之後呢 我才知道說 當天 在塔城街 這個總統 要去接牌 其實 說真的 我也不知道塔城街在哪 我現在 我的活動領域 是在五三區 在很 政大的附近 塔城街在哪 都我不知道 所以我參加完記者會之後呢 我就趕快跑到 台大醫院 那個 跟建福龍那一邊 我就拿了一樣的基礎車 那跟他講說 我到塔城街 那基礎車呢 就載我過去 過去呢 從 市民大道那一邊 其實已經封起來了 那我就下車 在市民大道之前 下車 那基礎車司機跟我講 能夠以湖部大概在什麼 哪個方向 那我想 我就繞 繞一個彎 我就繞到 那個 沿屏北路 我走沿屏北路 那沿屏北路那邊呢 剛好有個福德池 福德池旁邊有個巷子 我就從那個巷子走進去 我到的時候 其實算是比較找不到 不要找到 所以我就站在 那裡衛服部那一棟大樓 不遠的 另外一棟大樓 我就站在門口那邊 那邊有很多的警察 那其實也有很多 國安局的人 在那邊 那我就盡量 就站那邊沒有動 我就不動 後來我就給 國安局的人看到 那國安局的人 他認識我 他說那就是 許世榮教授 那 把他趕出去 那 那就大樓分局的一些警員 他們就過來 那剛剛我們原分警員 他的一些親屬 那警察過來 其實 態度還不錯 他們說 許老師拜託 這個 我剛剛不做事 你懂意思嗎 那個上面有交代 拜託你如果離開 那我 我向來 不大像是一個 比較激烈的人 那他跟我講說 在塔神街 跟長安西路 這是靠北邊 塔神街另外一端 是塔神街跟市民大道 另外一端 是塔神街跟長安西路 那長安西路那邊 有擺幾個鐵柵欄 他就說 他跟我講就到鐵柵欄之外 那我想 好嘎不受感情 不要為難我們的警員 所以我就自己走出去 我不是被抬了出去的 這是第一個 我從管制區裡面往外走 那等到我到了鐵柵欄之外 我坐下來的時候 那個警員又過來 說這裡也是管制區 說這裡也不行 那我說 不是已經在鐵柵欄之外了嗎 他說這裡也不行 那又跟我拜託 那我坐在那邊 其實我那時候 我心裡面有一點不大高興 我已經自動走出來 結果一到外面來 還說這裡不行 不過他們還是跟我拜託 會剛好做事情 那這樣子 所以 好吧 那我就再退到 紅麗燈的另外一邊去 紅麗燈的另外一邊去 所以我就站在紅麗燈的另外一邊 那後來我就看到 有幾部那個鐵柵柵車 從塔神街這邊往北走 然後又要右轉長安西路 那其實我也不知道 這個街頭車裡面坐的是誰啊 那這時候我就想 我應該來表示我的想法的時候 那其實在 那我就往前走 那其實在 我跟黑頭車之間 有一排的警察 然後有一個柵欄 然後才是黑頭車 我走過去 那其實我沒有碰到警察 我沒有碰到警察 那 那 那更不用講 我根本走不到那個鐵柵柵 那 那個第二道方向 那其實我做的只是把 我的手舉高 那我就說 今天猜大福 明天猜政府 就這個樣子 我就這樣 那我也把我的手 因為我人高嘛 我人高 那我有時候我也跳起來 我真的很希望 讓坐在黑頭車裡面的人 能看到我 能夠聽到我的聲音 所以我喊的聲音也滿大 我喊的聲音也滿大 那 就是這樣 而且我只有一個人 因為 那個時候 誰知道說 那個車子會從哪邊出來的 沒有人知道 所以只有我一個人 我手上有沒有任何的東西 其實我也知道 我手上不能夠有東西 手上不能夠有東西 那就這樣 那我就聽到後面 有個聲音 把他抓起來 把他抓起來 那這時候就有兩個警察 跑過來把我駕住 把我駕住 把我駕住 那因為我還在喊 那他們就拼命把我駕住 那後來有點頭暈 有點頭暈 所以這一次真的 像我們文桃老師講的 真的感覺自己有點年輕了 最大的 最難過的地方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們感覺自己真的有點年輕 後來頭有點暈 那他們又把我壓住 所以就坐在原地 後來那個警官就講 往後拉 所以他就 那兩位警察就拼命把我往後拉 那我的手大概 最主要受傷是在那的時候 第一次拉 他們拉了兩次 那第一次拉 其實拉得比較粗魯一點 所以連他們警察也看不過去 所以警察裡面 其實有一些是看不過去 所以有一個警察就 後來一個警察就跟那個講 你看他醜陋 懂意思嗎 走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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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不出來 所以他們警察 一眼一眼一眼 看不過去 因為我都是自動走出來 我自動走出來 兩次 我都是配著他們 那後來因為警察 那個車子要走 我才往前面走去揮揮手而已 那我前面有一排警察 我前面不是說沒有任何東西 在警察之後還有一排 那個鐵柵欄的 所以我就有兩道防線 兩道防線 他在這樣子 只是這樣子 會把手舉起來 一個人 他這樣子 講講這些 喊這個口號 好像他們都沒辦法接受 那當天我覺得 大部分舉了警員 非常的緊張 非常非常緊 跟中正 中正分局完全不同 中正分局感覺起來 是很老道 很有激烈 真的 感覺是這樣的 那個大同分局好緊張 而且那個鎮塔隊的隊長 其實很年輕 我等一下會跟各位講 那個這樣 那當場我們很緊張 他們緊張不是 我覺得不是因為我 也不是因為我這些 抗爭的一些同學 他們緊張不會 跟國安局的人 他們擔心沒有辦法 跟國安局的交代 所以讓他們 好像他們的 他們的行動是 聽命於國安局 而不是因為法律 如何規定來執法 當天我覺得他們 有這樣的一個落差 結果蠻強烈這樣的一個落差 那後來我在 被拖到 後面的那個 頂腳腳 就是另外一個腳的 這個這個 怎麼講 騎樓底下 我在那邊休息 其實就要這麼喝水 就有一個 幾個兩線三星的就過來 就開始過來說 我用現行犯來執捕你 開始朗誦 你有什麼權利 我用 別人生第一次被逮捕 現行犯逮捕 大家可以去跟我的朗誦 你可以保持揭霧 當然我已經很累了 我就保持揭霧 又這樣了 後來 後來還有我們 農政有幾位年輕人 我也是很當心的 我們陳平軒 他剛好是學法律的 台套法院所的 另外一位當好是他女朋友 小吃 他們兩個就 護衛在我兩旁 平軒就一直問 問那個警察 你依照什麼法律 公布危險罪 哪一條 你把那個法條背一下 那個兩線三星的警員 警察好像也嚇到了 後來看到那個 錄影帶好像他也背不出來 他也講不出來 應該就是上行 就把我脫走 後來開了一部警備車過來 那就把幾個人叫做 用彈 用 用拎的 應該說是拎的 因為這時候我就盡量 我人就放鬆 因為盡量 我覺得你這時候 如果你硬抗的話 可能更容易受到傷害 那我就到那裡 那就拎到警備車裡面 情況是這樣子 等我到了 他就先把我送到 重慶北路的派出所 那等到我到派出所之後 這個盼過 警察盼過兩人了 唉唷 老師 你的腰尾 後來你不敢說話 老師你也脫打完 要喝雷 現在那個長安西路塔 都接了警察 完全不同耶 進去到派出所裡面 變得很好累 很好累 後來傍晚的時候 把我移送到大同分局 老師 要來泡茶嗎 來 這個 這個 就是跟街頭完全不同 那個 政察隊 那個隊長 就下令排我那個 後來也一直跟我聊 一直跟我聊 聊到最後 我連他幾年次都知道 他有幾個小孩 另兩個國小 就來 搖擺鋼琴 那 那 情況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們的警察 水準 那麼沒有水準 這是我的直覺 跟我講 他怎麼會 那天 用 用那麼粗暴的方法 幫我擺 那其實 其實我現在也 還找不到答案 所以 所以 為了要找答案 我下禮拜一準備要去提高 那 歡迎 有很多 律師朋友很關心 有很多 這個 台灣的 新法界的學者 都非常的關心 一直鼓勵我 應該 這個案子應該要查一下 那 至少透過一些個案來釐清 人民的一個 旋律跟警察執法之間的那一道口線 到底要畫到什麼地方 那 基本上 當天 在現場 我其實有跟警察講 其實 我不覺得我有辦法 我就明白 剛剛講 這是一個言論自由的意見 的表達 不過他們 應該是聽不下去 聽不下去 聽不下去 那後來 當天 後來一直到 其實警察一直很希望我 後來各位有看到那個 葉宜蘭教授 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 警察一直很希望我 能夠改口 說不是用現行辦法 改口 而只是 把我請到 警局 來做說明 懂得是嗎 用那種方法 幫我錢來警局做說明 那後來我們就覺得 其實他錄影帶都有了 而且你 而且我已經做完筆錄了 我在 重新北路派出所做筆錄了 筆錄上所有文件都是 我都是現行犯 那你怎麼來改變這個 這個 當天下午的一個歷史 可能沒辦法不太 所以 我就 晚居了 他們說要放我走 但是我必須對外開口 說我只是可以請來警局 做說明 但是他們還是要喊送 隔天還是要喊送 不是說 這個案子不送 如果檢察官覺得 這個案子 我有犯罪 還是會把我傳過去 那 那我覺得 我跟詹蘇貴律師 我跟詹蘇貴律師 我抓的時候 覺得 這樣的部分其實是不這麼大的 所以 我 當我拒絕的時候 他就開始 把我照顧 其實我在警局 我是有照相的 重念 45度 45度 OK 我是有暗指紋的 OK 暗指紋的 那 是在所有的文件都欺騙了之後 他就把我送到 他一直有什麼去 那個 警大的葉教授說 是我自老之言 我想 一個現行派 有那麼大的權力來指揮警察 我覺得 我覺得 可能他被不打敗 所以 當天 一直到 因為有另外一個同學 另外一個同學 他騎摩托車 然後 我們兩個 又 同時被移送 那 其實 我的案子到檢察官那邊 檢察官 在問我的時候 其實也很禮貌 檢察官在問我的時候 非常禮貌 那 本來他把椅子給我做 我說不用了 然後 我有站的警察 那 我就把他 當天 我當天 各位敘述的這段 立法 過程 跟他做一個報告 那 最後他其實 檢察官有點不好意思 說 我們警察 可能把那個 公共危險罪的要件 放寬了 太寬鬆了一點 OK 那 這個我也不太懂 所以才要請我到地檢署 把那個要件 再把他 農縮一下 看看 到底有沒有符合這個要件 那 其實就是不負責 所以檢察官很客氣 他用的是叫 請 把我請的 不是刺蝟 那 另外一個同學 可能就會 他花的時間 比較多 所以我就在裡面等他 那 等我出來之後 我才發現 其實很多 牧人在外面等 對於 忘了一場一點 其實我在派出所 還有分局 都有很多朋友在陪我 不管在重新北陸的派出所 或是大陸分局 的一個 裡面 其實都有很多 其實 其實我在裡面 好 不孤單 寂寞 那 後來大概十點半的時候出來 出來之後外面很多朋友 其實讓我很感動 我有兩位學生 他們擔心起來 會要高額的好時間 他們 每一個人 有一個人 都穿一百萬 上面 都在車子裡面 讓我 讓我非常的感動 所以各位老師 以後都要交中學生 所以 可能 地政系 就覺得這個有些在做建商的 那 那 我掉我錢 那 一下子就掉了 每個人 掉了 就把錢都掉來了 所以 他們擔心 檢查班 會用這一招 不讓我出來 不過 檢查班 是非常科技的 幫我請 所以 這是當天的一個 過程 那我想 這等一下 可能要請兩位 因為法律方面 其實公共 我自己比較 有所涉獵 可能比較偏向 比法治理 有關刑法 這邊 我就比較不大 不想讓你聯繫 後來 我知道 上一次被公共危險罪 起訴的 是藍迴鐵路搞鬼案 什麼 什麼 差不多啊 我就是 我揮一揮啊 對不對 我沒有去 這個 當然 我也有點搞鬼 不過那個鬼是不大一樣 啊 啊 這個 剛剛會議說 但是 這個兩個好像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那我就先 把當天的情況 給各位做這樣說明 不過剛知 我覺得提到一點 我覺得蠻重要的 就是我為什麼要這麼做 為什麼這麼做 其實各位要知道 大土案 當然我今天有一個報告 如果有時間 我們再來談 我本來以為 要土地證書 所以我總共鼓勵出色 其實各位如果知道大福案 你們可以知道我 涉入可深 因為三年前在協商 其實我們有兩個人 主要協商的管道 一個是詹術規戰律師 詹術規戰律師 詹術規戰律師 他協商的管道是總統的 不要聊你 秘書長 那我協商的管道 剛好是行政院 行政院的秘書長 林中森剛好也是我 系畢業 可以嗎 我就跟大家做這樣報告 所以在三年前八十七號 在正式會議之前 其實我們很多次都已經談好 都已經談好 而且三年前八十七號 連那個營建組 把那個都市計畫組 其實也都已經化好了 化好了 所以當天的會議就變成非常的和諧 那當天的會議 大家都知道這個節目 就是遠無遠地保留 農地集中化社 所以各位 如果你手邊有那份公文的話 你可以看那個公文 公文當中 當然啦 除了政府官員的名單之外 民間的人是 那個名字 我的名字就排第一位 可以嗎 你看那個公文 我的名字是排第一位 可以嗎 所以道路就是事 我一直覺得 我有道理上的存在 我不能夠說 除了票 房子拆了就拆了 我覺得這個 這個 對我而言 是 沒有辦法 這件事情就這樣 因為這三年前 如何協商 然後最後的結論 當天會議的一個情景 其實我都還記得 都還記得 那當天 劉振鵬那個是笑容滿厭 各位 各位知道 劉振鵬是誰嗎 他當天 他當天是笑容滿厭的 那 那吳鵬藝 這個當然也是 跟人家 聽他們講辣的 說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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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還有 江一化 那時候 那座部部長 他們現在 現在當院長 那 當天 是這樣子 答應人家 然後呢 一定會原屋原地保留 所以說我就一直 是不是我太誠實了 或者太誠實了 但是 口頭答應 後來還有那些 正式的公文 行政院還有正式的公文給我 而且各位如果在行政單位待過 你一定知道 他那個公文要出來 一定會先給各單位先 先讀一下 是不是這個樣子 那大家都同意了 才會下那樣的機會 所以我就覺得非常非常的遺憾 也非常的難過 那我也覺得 我還有 我有這個責任 繼續來關注這個事 幫他們 這大不勝負的人 來討公道 所以 其實我 向來不是一個膽子 那麼大的人 各位如果看齊頭可 我可以反問 我其實 膽子也沒那麼大 我就覺得說 我應該要表示 我應該讓 這個政府知道 我們的困難 當初是這樣承諾人家的 而且都可以做得到 因為內政部的都委會 第746次的會議 所做的結論 其實就是保留的 後來因為 劉政鋒一回去 關哪根基因 又不對了 他又把他還回 所以又要改 情況是這個樣子 所以後來又弄出 什麼四條件 什麼交通安全 其實當天會議都沒有 當天其實那個土 都市計畫圖都已經畫出來了 這似乎都是可以保留的 好不好 我就跟各位報告這個 因為只好剛剛問 問一個問題 問得很好 為什麼我們 會這麼堅持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 不斷的還要討公道 為什麼我們 問到每天還要公布行程 馬總統行程 每天還要睡去問候他一下 為什麼 就 難過 人活一口氣 對不對 你這樣欺騙人家 這麼糟蹋人家 這個真的是 以理 以情 以法 其實都說不過去 你現在靠著 你滾到火 比較大點 那你給人 啊 是 我覺得 這個 做人 仍仍以利 這個恐怖的回憶 恐怖的回憶 所以我想就是這一股 這一股氣吧 這一股氣 那 大家因為我個人 也蠻了解台灣的土地徵收 台灣的土地徵收 真的很傷口 真的該改 台灣的土地徵收 讓我們政府都非常強大的土匪 但是我用這個強大土匪 真的是 是算是很強烈的 但是確實也是無事 你如果瞭解大土這事故 其實他們都在公益路上面 他們有必要參加後面農地的土地開發嗎 根本沒有必要啊 人家活得好好的 其實那個驅亂徵收 其實講 講白一點就是土地開發 其實講難聽一點就是土地炒作 這些農地把它變成市地就這樣子 這樣就把人家的房子給拆了 我覺得這個都說不過去 真的都說不過去 所以我想 簡單的 第一個部分跟大家 把當天發生在我身上 我被警察抓的情況 跟大家做個說明 其實我的罪名有兩個 一個是公共危險罪 一個是妨礙公務 我也不知道哪些人妨礙公務 我那天要抓我都知道要抓 我也要明白跟警察講 我絕對不會跑 你放心 因為他本來有很多個把我看著 大哥我會跑 我跟他講說 我絕對不會跑 我也沒有犯罪 我在這裏我就做這裏 好 那我第一部分跟大家 大家等一下 有問題的話 都會很樂於回答 第二個就是 我會這麼 一直要參加這樣的一個抗經活動 針對大福祉的案子 其實我自己本身涉入非常的深 那我覺得因為很了解 這個個案 當然為我們台灣人都在接 幫助了其他支援 我們也參與了很多個案 那其實台灣的離職中 現在問題很大 那我想 有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原因在後面支撐者 有一個正當任務 我將支撐者 又讓我 還有我考慮 我這件的一件好朋友 我不斷 在這個活動當中 我也捨不捨不喜 捨不捨不喜 那我想 只要我們堅持 政府就會怕 只要我們堅持不放棄 我們總統一天國畢地會贏 謝謝大家 謝謝 老師剛剛講那個每個人爭一口氣 天地有正氣 大家都有這口氣 要站在 看待什麼時候 在什麼地方 什麼場地 自然 這股氣就會來 你就會跟老師一樣勇敢 而且 如果老師平常不是這麼大膽勇敢的人 但是 當這股氣出來的時候 這個勇敢 這個氣就直接把這個 整個氣出來 然後這個時候再 應用一些 該知道的守則 該知道一些手法 就 很有效 那我們最後 那下一個我們就請 這個賀老師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 類似 對 就是金老師跟我們分享 其實我當初 剛看到 薛老師 我在電視上看到 薛老師被 被逮捕的時候 他說 很逮捕 他說 尊敬是公共危險的時候 我其實嚇了一跳 我以為 薛老師帶了什麼東西去 然後最後發現 薛老師原來會空手道 空手道 而且這空手道非常厲害 比那個 比那個 比那個生化武器還厲害 所以 對於公共危險 這我也還知道 什麼叫人行公共危險 第一次看看 這個是 大概是 半信念的說法 可是 可是我 其實我是覺得 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 我要做一個非常 憤怒的抗議 因為 公共危險 這不是隨便講的 可以 警察在執行 法令的時候 然後 我們這個政府 從總統以下 最喜歡 講的一句話 叫做 依法行政 那我就要問 什麼叫 依法行政 法在哪裡 我們且不要去講 那個很 很 很 很心得上的 法 秩序 法價值 其實這個 才應該要講的 可是我們就講 我們就好吧 饒過 饒過這個政府 這個物資的政府 那我們 請你告訴我們 這個具體的法是什麼 基本上 沒有講出來 那 我在 你現在要講的是 講的是說 我們今天看到的 面對的是一個所謂的 國家暴力的情勢 很多人說 暴力 我們當然知道 肌肉能啊 具體物理性的暴力是什麼 那有一種東西叫做 國家暴力 新疆國家暴力 它是透過一種 體制性 然後它是透過一個 一個 層層皆是 以命令的方式 以責任分工的方式 來達成一個暴力的形式 那 在場 有那個 警察人員的家屬 那 我們可以來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 層層 層層結智 層層分工之後的 國家暴力 今天它基本上 不會說 那個 滿久總統很討厭的 學老師 所以它一拳圖 波蘭達 學老師 非常聰明 命令它 國安的命令下面的 警官 警官再下令 警察去執行這些 這些執入 這個每一個的切斷 它把你的陰謀的關係 全部都切斷 每一個人都是 我都是依法行政啊 我都是受病的行為啊 對不對 今天不只是 不只是層層層案子 只是 彤彤邱彤案子也是這樣啊 它完美的切斷完之後 每個人都沒有責任 每個人都說我是依法行政 我都是依照命令 可是這個的法 這個命令 真的是 這是對的嗎 我們必須要先問一件事情啊 所有的法 法本身所作為的一個 意思表示 本身是有目的因的 這個目的是什麼 今天 公共 公共危險 或是你要排除公共危險 的前提是 它有存在 而且這樣的行為 本身足以排除 還有最重要的是一個 所謂的最後手段行 什麼叫最後手段行 就是說我今天沒有 除了不用這種抬 許老師的方式 許老師實在是 人心兵器沒有辦法 都抬走 這個就會造成 方圓五公里 所有人都死傷 這種狀況下 我才可以抬許老師 否則應該是 勸禮嘛 那許老師也很配的嘛 就離開了嘛 而且事實上 禁制區的畫設 其實 台灣一直從2008以後 一直引起我一個大問題 禁制區的畫設 畫設和公告之間 非常不清楚 你今天說禁制區 我說了就是禁制區 對不起 前天底下沒有這種事情 如果在國外 今天我要公佈禁制區 我必須事先公告 我必須事先公告 而且 而且我必須畫設出 足夠的範圍 而且範圍是最小化 不能說 從我站的這個地方 下個萬元是十公里 開什麼玩笑 那乾脆你 如果要安全 我是建議馬總統 如果他要安全 他乾脆 每次他要去的那個 先是直接建議 也比較快 那這樣的話 就是完全安全 對不對 這就有一個必要性的問題 和最後手段性的問題 那今天 我們在談這些的時候 他也知道 其實他知道 很多人批評他 他是個法將性派 什麼叫將 像是一個欺負 他是一個欺負 或者說一種 謹守規程的做法 可是他是謹守規程的嗎 不是 把這些動作當作工具 這樣也有工具的意思 所以他把這些動作工具 於是 我們的基層員警們 成了工具 成了沒有目的應的工具 因為長官說 請 把學老師抬出去 他可能甚至連請都沒有 他說把抬出去 抬出去了 對他們來講 他們的為難師 他們的缺陷判斷裡面 只有接受命令 去執行 這種做法 其實 一點都不新鮮 在德國以前就有了 很簡單 六百萬 六百萬的 猶太人士們被殺掉 他們不是因為一個激憤 兇殘 然後 然後 手段嚴苛的 殺人魔術殺掉 不是 是透過 層層嚴密的法律 層級分工的作為 前面有 前面有守衛 有醫生 他們也做檢查的 醫護檢查的 然後 然後呢 還分類 對不對 開瓦斯的 打開鐵門的 所以他們被抓到的時候 每個人都說 我是執行秘密 可是這樣 就可以透明了 我告訴你 這邊是起始這個行為 國家這個行為 是一致 所以 我們為什麼在 當我們 現在 在現代社會裡面 控告國家的時候 我們控告國家是整體的 我才不管你們 你們分什麼 大紅分局 中正分局 你們就是國家 國家的暴力是整體性的 無論他分解成多少的動作 就像大家知道 講說 好吧 他打拳吧 打拳分成多少套路 抱歉就是一套打我的拳 那這個東西 本身就是在被 被質疑的 所以在現代國家裡面 對於這些事情 今天 我們要執行 等會 李老師會講很多 細節的技術問題 但我提一個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我今天如果要排骨 任何人的時候 你要執行法律 你必須把你的目的 還有你的手段 手段的理由 要講清楚的 在法律上 就是在教師主義 教師主義 是很嚴格要求的 他不是說 我選擇用公共危險 如果可以用公共危險 其實我建議 也不要那麼麻煩 或者說 因為你行為違法 就好了 還那麼累幹嘛 幹嘛講公共危險 你要講清楚 事實上嚴格要 你是公共危險 哪一條 哪一條 哪一項 你必須要講清楚 而且 你必須說明說 這個行為 如果有不服 你必須還要具名 你是某某警員 你是誰 下命的 下命的警員是誰 然後 如果不服 你可以怎樣救急 沒有完成這個動作 是不能做這些動作的 更何況 如果是要逮捕 要演員格的令狀主義 而且在政治區 其實沒有逮捕的問題 政治區只有 請你離開的問題 沒有逮捕的問題 那除非 我剛看到新聞的時候 最好奇就是這一點 這個需要是到底什麼東西 去變公共危險 現在我現在知道說 需要是本身就是公共危險 對他們來講 就是這樣 需要是本身 行走的公共危險 所以我覺得警察以後 也不用那麼累 如果他們要這樣搞 以後也不用那麼累 不用禁制區 只要需要是走的方圓十公里內 全部都是禁制區 這不最簡單啊 對不對 大家不要那麼累 還有就是那個國安 下令逮捕的國安 請問他有什麼權限 他不是警察官嗎 他不是警察官嗎 他是沒有錯 他是有為安任務的人 但他有沒有權力可以下命 這是有疑問的 這個件事情 以國家以國安為安 作為民意 來行使對人身自由的侵害 這個本身就是對主張主義的挑戰 什麼叫令狀主義 就是我今天要逮捕 一定要有法院的令狀 你才可以進行逮捕 這個東西 在在你可以看到 這個國家 是以依法行政為名 行的都是違法行政 不叫依法行政 這個可以看到 暴力的顯然在哪裡 國家機構的權力很大 事實上 國家是一個主權體裡面 暴力的不戰 所以還有軍隊 有警察 他可以用實力排除 任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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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制旅行的障礙 這個本來是這樣 可是政議會這樣 他是非常強烈 所以他必須被抑制 他必須被抑制 必須要自治 所以他必須是最後手段行 所以我們 在台灣可以看到 警察是面對民眾 抗命的民眾 可是你可以看 但在先進國家 我們當然不會去學 那種 北韓這種 主菜國家 對不對 因為那個也規容得很好 那 警察 在這種 在這種 抗議場合裡面 仔細看看 他們有 他們的位置 就跟我們一樣 在德國 有一次集會 遊行的時候 警察就是面對 抗議的行動 他是站在旁邊的 他是站在後面的 光面向這件事情 就很嚴重 就很清楚 他可以區遍 這不一樣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 警察的任務是在 維護你的 嚴陸自由的行事 老法行事 而不是 抑制你的行事 我們今天面對行動 是什麼意思 就是抑制你 你不要靠近 這個其實 如果要排除 人家去浪產 這個可以 這個 在法律上可以援引所謂的 所謂的所謂的家宅 的概念 可是家宅的範圍 只能在家宅內 對啊 那請問一下 什麼時候衛福部管到 老師講的範圍 到什麼 塔城街那個地方 他都是衛福部的嗎 對不對 這些觀念裡面 你可以再檢視 你可以發現 這個 這個國家都是假 依法行政為民 然後去為難基層原警 好 那我要建議的是 基層原警 如果覺得 不是大 其實它最好的方法是 它可以說 我根據 某某警官 給我的下命 當然 這個是一個期待 但是我覺得 這是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思考 就是說 我可以依照 命令 某某警官 我會舉某某警官 下令 自己 什麼時間 決定改功 這樣做還是怎麼樣 既然你要依法 我把責任劃清楚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戰後 二次大戰戰後的那些集中營的首位 柏林圍牆倒了之後 柏林圍牆的首位 有沒有被救責 其實是有的 都是有被救責的 不見得是被判死刑 但是有沒有被救責 是有的 還有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講 依法行政 就要心理 精致 東德 東西德 我們台灣都說 東西德就是 領域組隊 東德後來是以 我們剛剛的身份加入 的一支聯辦 他們過程中 有一項 有一項 所謂很多的清洗的 很多的所謂的 清洗的動作 其中有一個跟進財富外 他們是這樣 他不是只高階人分 不用講 他們45歲以上的公務員 然後高等公務員 全部是沒有理由 理由就解釋了 但是基層原理就沒有 有 他們也有一套方法 就是全部都要納入 訓練 民主化的訓練 訓練那個 訓練的那個程序 這個程序裡面 他們要求的非常嚴格 不是說 啊 來上課講習 一個小時後 你就心生了 沒這回事 他們上完 他們回去六個月 由 西德派來的警官 在旁邊 看他如何執法 每一個動作 他要求的是什麼 就是 符合民主化 人權化的東西 比如說 你必須 要告訴人家 權利等等 你執法有沒有過大 就是用最後的手段 必要系 我們常常台灣人就要講比例原則 但是比例原則裡面 常常忘了另外一個是 最後手段 他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你才能實行 這個動作 他們在這個六個月的檢證過程中 旁邊的西德警官 是不做 幫你做 他是不是負責評分 你六個月後評估 如果不夠 你就是潛質 或者說 你還有一種可能 就是說 你必須要再教育 可能還要再教育 三個月 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 不行 解除 所以 如果要談你法行政 對不起 他必須自己 因為 國家的任何一個小動作 那都是可以念死的名 大虎的事情 大虎的事情 也是一樣 今天 公用徵收 以公用徵收為名 以公益為名 進行 進行綠羅式的圈利 其實在台灣 在台灣這幾年來 這幾年來就是屢見不鮮 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可是公益原則可以濫用嗎 公益原則可以濫用嗎 公益原則裡面 你的角色裡面的民眾參與在哪裡 更不要忘了是 這個徵收是直接挑戰 人民的財產權 財產權 近代民反正大原則之一 就是財產權 財產權絕對 財產權絕對 財產權絕對這件事情 隨意挑戰 苗栗國王 或是苗栗那位債主 黑風債的債主 他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沒想過一件事情 今天你所挾的 到底是暴力 還是法律 法律背後是有目的的 法律的背後 今天我們讓國家有這樣的 高權的目的裡面 是有動因有目的的 如果你不具備有合理性 你不具有正義性 這個法律本身就是違法 我記得 許玉秀大法官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 惡法一法就是實質上不法 我覺得 我覺得 學老師這句話講得非常好 就是說 你今天 我們 你假法律的外型 不顧法律的目的 這不符合現代國家的問題 現代國家我們一般認為是國民主權 誰是老大 是我們 你今天怎麼可以用我自己的 或者著手 你這工具 來去清奪自己的財產 這之間的合理性 目的性如果沒有被檢證的話 本身就是一個 體制殺人的 體制吃人的結果 那我們 我們 所有的公民 必須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說 今天這一切的東西 政治都在其中 法律 經濟 我們 社會 我們太多的議題裡面 在台灣長久以來去政治化 可是 可是這一切的東西 都是由政治的過程所形成的 也就是說 我要講的是說 這裡面的政治力 就是它 我們在剛剛講的合理性 和目擊性的地方 背後都有政治的影子 對於 面對於這些政治 公民對於面對於政治 不應該是逃避 或是把它無力化 而是應該要去正視它 屈面它 然後選擇它 我覺得 這個才是 面對國家暴力的正確態度 具體的行為我想 跟林老師會講 但是我覺得 必須先接觸這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必須了解 你今天面對就是政治 它用法律的工具 背後才是政治 那你必須應投 對它應投的控制 對它挺身而戰 因為我們所講的 我們背後的政治動因 正是國民主權 或我們作為國家主人的合法 合法也合不正義的理由 這個面對國家暴力 你所能主張的正是正義 而人權正是我們的問題 這是我覺得 從薛老師的事情 還有大股的事情 最近的洪聰球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最應該 深添體的一件事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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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剛剛胡老師講的這個 其實 有點自財相機 因為其實從 他講說 也是從2008年開始 這個 有這麼回事啊 所以就 因為 我記得今天 這一次大股的事情 過了 就是大股事情 那天 大股被拆掉之後 然後隔天開始 我們就開始 就 就很多人 因為 那天 因為那個時候 馬總統也是 就是又在連任 國民黨黨主席 所以說 我們基本上 我們當然 是用 抱持一個很開心 很歡喜的方式 就是說 每天都去祝福馬主席 恭喜你 剛剛黨主席 我們去祝賀他 所以每天都會公布他的行程 然後就會出現很多 就是祝賀馬主席 當選 又在連任的那個 這種事情 不斷發生 但是 那 這個國安單位 他們的這個 國安單位下令 然後他們基層警員 開始 很 強力的執法 很濫權執法 那種 那種行進 就是 就是我們以前 就是 08年的時候 我們去街上 騷動的那些場面 也是 也是看到類似這樣的狀況 那時候我們也是 我們也是評估 我們也是猜 我們那時候站出來之前 就是想說 這應該是 應該是國安單位 有特別的 有特別的那個 那個下令 才 才搞 才搞成這樣 就把整個開個街頭 弄得很戒嚴這樣子 那 所以 那只是 只是想說 大概 大概 應該這樣講 08年那一次完了以後 好像 中間 沒有很多 那個 這麼誇張的 執法的狀況 結果 嚇到50千 又來又再一次 然後 我們參加過 08年的運動的人 就會 心裡就很萬壇 就想說 對 這樣表示我們當初 站出來是對的 只可惜我們當初的失敗 導致了今天 就是 這個國家繼續 還是繼續更囂張 就是我們那時候想說 只有一條線 你不應該跨越 這個是 法治的線 人權的線 國家的權利 跟人之間的關係 的線 你不能夠 跨越 你跨越了 那我們一定要讓你知道 你跨越之後 有很大的代價 那我們沒有成功的 讓他感覺到 他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所以他就實隨之位 又來了 再繼續來 就是步步逼近 那 大埔這個事情 就是更清楚 其實大埔之前 還有這個文靈院 就是說 文靈院 華光 少兴難盡 就是他有很多的這個 主力破肩 然後以及 所有這些警察執法 這種 就是越來越 我感覺是有那種 步步逼近的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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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 什麼時候 你才會說 再踩過來 你說真的可以不要 不要再過來了 這樣子 OK了 這樣 到此為止了 那可是 如果 他還是這樣 撲撲逼近他 你要告訴他 到此為止 那怎麼辦 實際上的know how 怎麼來呢 這個時候 我們就把你們眼光 看到了 林峰正律師 這個 林峰正律師 林律師的很偏強 我還有多少時間 你有來過時間 你有整碗 你有整碗 大家要睡覺 明天要去抗議 我覺得台灣的群眾的抗議 會做幾個階段 比較早以前 我覺得是 判斷階段 那時候稍微有機會 就很容易被抓去 更不要說遊行 遊行那不可想像 一有機會 有多數人聚在一起 就可能找個理由來抓去 一直到解嚴 前後才開始有機會 那當然 比較大規模的 大概是中立事件 1977年 本來在座很多人都沒有出生 那一次 因為坐票做得太難看 我說國民黨 那時候也只有一個黨 哪有其他黨 坐票做得太難看了 所以警察局被燒了警察 警察被翻掉 那後來也不敢 該去追究誰的責任 就大家當中都沒發生 沒來這樣 那後來到解嚴以後 因為面臨要回復人民的 憲法上的警惠解釋 言論資源 所以要考慮 要只能用另外規範 另外法律來規範他 所以就有人集會有情 大概是解嚴的那一年 跟其後的那一年 開始在一個集會有情法 所以集會有情法 大概在1988年89年 開始主宰了 台灣的整個群眾運動場 那到現在我認為是 這個後集會有情法的時代 雖然還沒有廢掉 也還沒有真正幹 但是我覺得整個政府 也意識到說 再用集會有情法 有一點難 所以大家也知道 怎麼跟他應對 還有 有一個特別 大家也許都沒有觀察到的 集會有情法 在法院裡面 已經 成立的機會非常低 因為連法官跟假官都看不下去 所以我 今天因為司法要來講 要做點功課 我就查了一下司法統計 近十年來 在我們全國的地方法院 發生的違反集會有情法案件 每一年 每一年 不會超過二十件 有幾年 甚至只有一件 或者各位數 那跟解嚴的初期 九零年代 兩千年前那段時間 那不能比 那時候就是動不動 有人被依照集會有情法 起訴判刑 那現在 雖然集會有情法都沒有改 也沒有廢 可是連司法機關 我們同樣的司法機關 我們不期待的司法機關 都 不太能夠再用集會有情法 所以呢 他們又變成一個新玩具 就是公共危險 真的完全沒有見過 公共危險 什麼樣的狀態叫做公共危險 就跟幾位 跟那個渠落運動比較接近 我們舉個例子 這個 官場工人 去把火 那個火車打下來 那個有可能 那才是有可能 更早以前是曾茂欣他們 在中華路 也許大家 很多人都沒見過中華商場 年紀少年大便 見過中華商場 中華路還是鐵路的時候 有淋交道的時候 他們在那邊曾經 真的擋過火車 那曾茂欣 是一個公運的領袖 他就被 用公共危險起訴 後來判刑 結果 碰到 這個政黨輪廷 陳茂欣 把他特色 還把他聘做火車故隆 這就是整個 這個 價值三種 那那個才叫做公共危險 除了那個 我實在想不出來 有什麼公共危險 一個人 怎麼樣公共危險 把整條毛路都塞起來 我實在無法想像 那我接下來我想用 我們最後再來談這個具體的事情 我想因為年輕朋友很多客人 雖然這是網路上找不到資料 但是我會把它按照時間序上排一下 我們先看第一張 就是綜藝時間 大家看到那個貨車 就知道那是一個正式照片 你們現在沒有看過這種貨車的 人真的蠻多的 以前 不太可能 平常不太可能 選舉的時候才有可能聚集這麼多的人 然後正是選舉之後 發現那個票開不出來 所以呢 大家就聚集到 這個投票所 投票所得不到答案 就聚集到警察局的門口 就開始 最後 那個警車被燒了 被翻過來 警察局給人放火 好 那下一張 搶這個警車 車是在哪 翻過來的 在中間那邊 看到排氣管門 警察局的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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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比較少見到 警察局的門口 警察局的門口 我們看一下一張 已經燒了 這個 慘狀 那當時的執政者 知道這件事嚴重了 所以就 趕快收拾現場 就 趕快把它解決掉 其實沒有很 用力的去抓人 我們看一下一張 這是在綜藝島事件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跟現在群眾運動場合 不太一樣 其實很暴力 是拿棍子打的 群眾是丟石頭 有武器拿武器的 然後那個防守的人是誰 是警察嗎 現兵 這個就是借人時代 群眾運動的場合 是動員軍人現兵 這樣的場景 很多人都沒有見過 我們看一下一張 許信良 大家認識許信良嗎 知道了 他因為這個 橋樓事件 後來就跑到美國去 當時的縣長 台灣縣長跑到美國去 後來 美國流亡很長一段時間 那時候 民進黨組黨他回來 什麼東西出來 裝甲車 五四六女嗎 有可能 有可能 有要追溯一下 因為是桃園機場 開過去還蠻近的 直升機 偉大的國家 你們都沒有見過 我們曾經經歷過這樣的場景 裝甲車 集補車開亂 那邊有警車 警車是少數 多數是軍人 還沒有警 直升機監控 現兵 盾牌 那麼 機場連落到 就是通通戰局 看一下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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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這是不丟 這是丟石頭的 可以丟石頭的 噴水車 跟吹瓦斯 這個是 沒有很特別 沒有很特別 我們現在 大概 也很久沒有看到噴水車了吧 也許有開來 但是從來沒有真的噴過水 現在水比較貴 也許吧 更不要說催淚瓦斯 真的 在場有聞過催淚瓦斯味道 劇中 有一個人 請問在那裡的分道 當兵 當兵的時候 是演習嗎 演習 還是正報操 訓練 我知道以前憲兵哥 當憲兵的人 我朋友當憲兵的 他們在學什麼 正報操 正報操有一定的正法 他那個是有一套訓練 現在 我不曉得還沒有 好 看下一張 正他有沒有解 你看 那個時候 都是推得很慘 紅旗在左上角 中間那個 臉上表情很扭曲怪異 他在笑還是什麼 左下角這個霸占鐵軌 就是周茂姓他們 陶雲的工友 他們就 把這個火車攔下來 真的攔下來 沒有人受傷 反正 反正 反正那個時候 曾經撞死 那個案子來就參與過 二二八 二八 一九四七 四十年 一九八七 就是解緣之前 解緣那一年 好 這就是解緣前的 沒有機會用刑法的時代 你看下一張 一九八八 一九八八 已經解緣了 那開始 其實解緣的前幾年就開始 一直群眾運動 大家已經不太胖了 那正式解緣更是大解放 你看那個違法院的牌子 這張照片非常有名 被踹在地上 其實今天晚上說不定會被拆下來 你們等一下可能 我不要講太久了 你還有機會 你看那個 都是丟石頭 好 丟石頭 理由是什麼 理由是 那個時候當解緣 警察也好 他們 他們 還沒有適應說已經解緣了 所以 其實動作很粗魯 所以那個時候 我念 我念大學四年級 我朋友 同學 我念抗議都在中程序 我念邵欣蘭接那個學校 那就在附近嘛對不對 常常就是 又有什麼遊行啊 大家就去 然後就 後面丟石頭 但是 請你千萬不要落單 你落單 你就會被霹靂小組追 這最狠的 最狠的 不是普通的警察 不是保警 那個時候叫霹靂小組 那個 身手很矯健的那種 你被他追到 就被他狠點一頓 然後反正 我丟你石頭 你點我一頓 然後大家都打不到 打不到 對 我都不敢去報案 有沒有 你們丟他幾個 那是那個時代 大家互相仇視 所以那個時候 父母 一聽到小孩子說 要去參加群眾運動 他都很害怕 不知道會不會 被怎樣 法律上都會沒有問題 然後再來現實上 會不會受傷 不知道 所以很多參加群眾運動的學生 都背著父母親來的 我家裡都裝作血運演 都沒做什麼事情 可是到學校就一條龍 那個時候的學生運動 好 下一張 你看 在街上就是噴水啦 渣啦 推啦 跟現在我覺得不一樣 現在還讓你翻牆進去 怎麼可能 還要好好的抬你 不太可能 你看那個 踩過去 那張照片也非常出名 右下角那一張 在那個城中分局 在公園路跟中校西路走 現在那棟大樓改成捷運站 那個七號出口 旁邊有一棟那個文城大樓的行鑽 那以前是城中分局 那張照片就在門口 因為啊 怕警察去追那個群眾 學生以為自己天 天使 就圍在那個 警察前面 坐下來 結果警察動不管 給他踩過去 下一張 接下來這個就是 我覺得整個 台灣的極力遊行 開始慢慢的冷靜下來 就是野百合開始 野百合就是有這麼多人 那時候促成國師會 到後來肺炎國的大人 這個是一個 看起來就是一個平額的運動 但是因為他是學生 也跟一般的群眾不一樣 不過 這麼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以前大概沒有發生過 所以促成了一些事情 那也跟李登輝當時自己的想法 也有關係 我有一次來聽 跟許愛媛老師講的 說當時學生跟李登輝協議 要去參與 包括政府的一些生理 還是器材的人 或是私底下說的 下一張 這個就是開始對付 台獨人士 以前都講探亂 但解言以後就不講探亂 而且終止動員看到事情 就變成獨台會 就是怎樣對付這個 台獨的人 那時候 你看那時候的抗議 已經慢慢的趨往 大概就是比較安靜的走 那種子有衝突 可是真的這麼激烈 現在這樣 總統執權 最多最多了 在那個忠孝西路跟重慶南部口 這裡面待了 我記得是三天還是四天 最後沒辦法就沖水 就沖水 也沒有沖壯 摩擦都有 但是沒有大規模的暴力 衝突 大家是穿浴露 就讓它衝 那 因為很多天大家 去洗個澡 這個要說 看一下這樣 像歷年的反核 反核的話 這個議題我覺得 除了 除了 1991年 在貢陽門口那一次 插槍走火 撞死一個 保錦 能跟他按鍵 Why 其實反核的活動都很和平 它就是一個公共議題 它沒有直接觸及到 當時的反核還沒有直接觸及到 政治影響的成績 其實沒有 所以 慢慢的那個 集會遊行那種 那種 主要表達訴求 和平 非暴力抗爭 裡面那個時候就開始 從捷運以後開始一直講 慢慢的一直實踐 好 看下一張 慢慢 慢慢 開始嘉年華會的那個感覺跑出來 開始跑出來 好 看下一張 牽手護台灣 那更是嘉年華會 這是 2004年2106 全台灣這樣牽起來 那個 我想警察根本就沒有動員 我覺得警察就看 站在旁邊 維護一下秩序就可以了 車子不要撞到人 沒有要撞到 那個時候的 民黨執政的時代 集會遊行法都沒有改 但是整個警察執法的手段 就完全就是 你們來集會遊行 那我就維持秩序了 所以跟民眾之間其實 沒什麼大不了出 沒有 沒有 好 看一下一個 我這是牽手護台灣 嘉年華會 沒有 這裡要多花很多錢 好 看一下 這個 總統大選 2004年那一次 就是 發生計票正義那一次 當然就有些衝突 絕對有族群的因素在裡面 那當時的 在台北市是由馬英九 是由馬英九當市長 這個治安的權限是他 所以 夏令做這種沖水啊什麼的 是馬英九下來命令的 八省都忘記了 夏令要清採 好 好 一樣 集會時間已經過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 但是就是沙水啦 其實也談不上這個沖 我們看一下一下 洪山君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 非常典型的 坦白說是和平的 那我覺得這個和平的 雙方 如果執政的人 要想要一起沖水 其實很長的 但是 可以看得出來 那個時候的警察 都退在哪邊 那 你們喜歡佔領街頭 就佔領啦 反正 警察就是 維持秩序 或者求求 所以也沒有發生什麼衝突 也沒有發生什麼衝突 也沒有發生什麼衝突 要佔領 有這種規模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覺得大家要 要想辦法效法 沒辦法弄到這麼多人 要想辦法拉扯 但是依然沒有發生什麼太 洪山君 唯一到最後發生 有一點小摩擦 是在最後要解散的時候 最後解散的那一個 有人沒有一走 所以有拉扯來什麼 但是沒有什麼拉出來 看一下 好 但是 在民進黨執政的末期 開始因為公共的議題 開始有這些拉扯 熱身那時候是很標準的 蘇貞昌當警察院長 被抗議的很厲害 但是警察原則上就是阻隔 就是隔離 想辦法隔離 因為學生啊群眾啊 就是要想辦法要脫活 所以推擠開始 我們看現在是怎樣 學生 看那個應該是 匹醫小組 對 那學生呢 其實這些拉扯都很有限 因為人數有很多 然後也沒有聽到 在熱身的時候 有哪一個學生 被抓去警察局 後來被起訴 也沒有 也沒有 就拉一拉就 反正都沒事了 好 下一張 一直到陳雲來 陳雲來的時候 陳雲來的時候 就不一樣了 不一樣了 風街 風街 我記得就是 陳雲在原山飯店 可是那個封鎖線 拉到那個北區海拔網 到民族東路 我不知道是怎樣 警察怕民眾有什麼 火箭彈 不然 不然吐口水可以吐那麼遠 我可以跑 還是丟石頭可以丟那麼遠 就是 不可思議 就是很莫名其妙的管制區 然後當然引起很多的反感 所以現場有一些 野草的 我想都經歷過這一段 那天 那天大家不想回去 第二天開始 整個野草的運動開始 那現在是怎樣 那因為 因為 因為那個時候 國民黨剛回來執政 我想馬英九也太念慈了 所以我認為 那個時候的警察 其實還蠻克制的 那另外一個因素 可能也很久沒有 很久沒有兇狠過了 突然之間被 被登行 需要一點時間來醞釀 所以也沒有 也沒有 但是我碰到一件 很好笑的事情就是 為了這件事情 學生說要修集有法 那我跟跆拳會 另外呢 很早以前我們就成立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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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欧俄法修法領域 來廢極欧 反正是這種訴求的 我跟台學會的會長 林家範教授 十大教授 是一個非常溫和的 大學的同學 我們兩個人 找了三四十個團體的人 跑去立法院門口 要求 因為 立法院裡面 在審集有法 我們就要求說 要廢集有法 以前 從來就是 你也知道 立法院的駐衛警 旁邊那個中正義的警察 就講一下 看多久要走了 已經多久 關多少年 也沒有聽過哪一個人 被傳去做譬如 結果那件事情 因為有這件事情 那件事情 欸 就 林家範就被傳去做譬如 我陪他去做譬如 很大門 也是一樣 跟學老師一樣 對啦 告訴我們這個 律師做做 那我說 那譬如樂怎麼做 那那個警察說 反正我問一個問題 隨便你們講 你們怎麼講 我就怎麼寫 那我說 那為什麼 這麼久都沒有做這個動作 為什麼這個時候 開始用集有法來拜你 他說上面交代你 法律沒有改 已經很長一段時間 沒有用集有法 我上面講的 這是我親耳聽到的 那後來 真的 林老師真的 真的被起訴了 然後我們就叫他 其實結合去 然後去年 判決無罪確定 拖了蠻久的 但對一個公立大學老師來說 他被起訴 其實很大的威脅 看一下 你看 這個 我靈驗的事情 實在衝撲已經蠻激烈 開始激烈起來 來 下一張 來 火葬場 來 再來 紹興 也一樣 再來 觀察功能 這個也都很激烈 再下一張 滑光 然後 其實 越來越激烈 一個月被抓走了 然後 現在是 以前是抓走之後 就 不然就抓 像野草民的時代就是 抓 把你抓到很遠這樣 然後 那你沒辦法做捷運 真大懲罰對不對 丟在內湖山上 走路腳好痠 那 那 像 像這個 滑光 就把人 直接 帶回家 開始要跟你做別人 這時候就累到我們了 就開始找律師了 那你就把他丟在內湖山上就好了 幹嘛 因為找了律師 就把他當作一件案件在辦 這就可能就沒有這樣子 所以律師就開始招接 其實都是一點很年輕的律師 都是 都是三十歲左右 都看不下去 好 你們現在在 我們表力 我們表力都特別狠 好 這個 成像差距的另外一種 你看下一張 反他腹 好 下一張 下一張 好 這個法律就不要看了 好 是 在 警察局 做筆錄 左邊那位是律師 右邊那個犯罪協議被靠起來 這個很少見 這種場合 他已經抓到警察局 應該說 那就大家坐 大家坐 那 這個場 就靠起來 好 下一張 這個法律就不要看了 法律根本不重要 節目是法律根本不重要 因為 他愛怎麼辦你的時候 你就只要辦 你知道 兵來降黨 水來吐煙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什麼 如果有DV 有照相手機 有攝影功能 千萬在衝突的時候 不要落單 有別人幫你談著 我覺得那個才是保命之道 不管他用什麼法律來的 那個才是真正的保命之道 所以我看明天那個 公民1985 他裡面有一條 就是說 要收證 我覺得那是對的 很多人在批評 比如說他們哪邊不專業 我覺得他這一條還是專業 可能也太多人吃過虧了 其實現場 留下紀錄才是最重要的 不管你以後要幹什麼 不管他是為了要防禦 為了要防禦還是要攻擊 為了要罵他起訴你 還是你以後你要告他國家賠償 都是必須要留下證據 不然 一番娘瞪眼 沒有啊 沒有證據啊 我們在 陳雲來的時候 曾經幫很多民眾 從那個上陽唱片那一屆 還有 台大的研究生被打過頭的 欸突然很好笑 那個 在京華酒店前面 那所謂的禁止區 因為陳雲跟連站在裡面吃飯 警察不會在外面 然後群眾當然就在外面叫 有人就要衝 結果有個台大的 這個上學院的研究生 他去擋在群眾的前面 背對著警察 然後叫大家 意思 張開手 把大家攔住 不要往前衝 結果 後面的那排盾牌 突然 張開一個縫 很詭異 衝出一個人 把他拉進去 過了幾十秒之後 他被推出來 投過了 投過了 我們去告 我們去告 到最後怎麼樣 沒怎麼樣 為什麼 找不到人 到底誰打的 只看到那個盾牌打開 衝出一隻手把他拉進去 那隻手是誰 沒有要承認 那個還被拍到 然後 包不出個十年檯 很痛苦 最後 我們去告國家賠償 法院拍了三十萬 就頭上一個洞 所以那個洞八六 那個洞可能會值三十萬 你如果不想要錢的話 我們想要 你可以捐出來 所以搜證很重要 我覺得搜證很重要 其實他們能夠用的法律 非常有限 他們早期 戒嚴時期 我剛剛給大家看照片 戒嚴時期 他們就用判斷 他就是意圖判斷 以集會 那麼多人在一起幹什麼 我們現在就判斷了 好笑 以前真的啦 有集會遊行法之後 開始說 很流行 用集會遊行法 手摸 判斥 然後慢慢的 集會遊行法 沒有用 也嚇不了大家 後來就用妨礙公務 妨礙公務 妨礙公務 在法院裡面其實得不到太多支持 除非你可以看得很明顯說 民眾的很直接的暴力行為 不然就不太容易成立 現在新發明就是公共危險 他還每個年代 那我覺得 這個 你所有的動作乾淨 譬如說 像許老師說 那我就放人 你要抬我就讓你抬走 不然怎麼辦 這樣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真的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尤其多人的時候 他們就要廢業拍照 那最痛苦就是我剛剛講 還放到捷運做不到的地方 所以放出來 付出最大的代價 那所以 我剛才聽學長這樣講 我覺得很奇怪 你不是說有一個鐵柵欄 鐵柵欄 那個到底是捷運施工 還是因為車隊要經過 因為那邊有捷運施工 還是工地 沒有 那邊完全都沒有 就是因為總統要經過 真的 好厲害 然後 那個鐵柵欄前面還有 警察一排 對 然後你也沒有衝 我沒有衝 你只是喊揮手 揮手這樣公共危險 好吧 那還是趕快去告他 我覺得 有機會 會告他 看能夠賺到多少錢 我也很期待 其實我覺得這是創造案例 其實你告警察 有時候真的也不是為了錢 我覺得是要警告警察 因為警察被告 在陳雲妍來的那段時間 那些事件 我們告了大概十件 每個警察到了法院的時候 都很畏縮 沒有沒有沒有 我都不知道 每一個人都 覺得很麻煩 我覺得去告他就是 要讓他覺得麻煩 他們有這種經驗的時候 他們互相之間會傳授 他們搞不好也開班這麼大班 互相講說 唉 唉不樂唉不樂 你還被告 我覺得 我覺得法治國家就是要來這一套 雖然我們也不太相信法院 但是去告本身 就讓警察很麻煩 我覺得就是這樣子 不然的話 其實 反正這年有沒什麼 太多法律可以講 其實還是 政治問題 我認為還是政治問題 好 我用了太多時間 林律師很顯然的 已經把問題指向最重要的關鍵 那就是他講的那個東西 好 那不過 我很相信在場還是很多人 有很多各式各樣的這個 預期 各式各樣的這個 實戰的那個問題要問 好 那 現在 給大家一個 就 請 現場有問題的朋友 可以直接 舉手 然後請工作人員 把那個麥克風交給 那請記得要 發問 時間記得要控制 不要講太久 大概 隔一兩分鐘 那你 也再自我介紹一次 自己是什麼人 然後再提出問題 那有問題的請 現在可以 可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其實是 選藝術的人 但是我真的 很不喜歡政治 只是現在我覺得 好像政治這個 離不開我 所以沒辦法 但是我比較想 呃 代表 比較 我希望是 那種比較 普遍性的 就是說今天如果教授 你們講得到好深喔 就也許我們還 稍微有一點touch 比較 能夠聽得懂 但是我們 我覺得這個要 普遍化的事情 應該要更 簡單一點 就是說怎麼讓 我的阿伯阿伯 大家也可以聽得懂 我覺得 所以 但是我覺得還有一個 第二個問題是 我覺得是 情感上跟進術上 比方說進術上 我們需要去宣導 因為今天這個事情 可能 可能需要更多的人 我怎麼那麼說 但是我覺得好難 第一個是 包括我們 了解狀況的人 怎麼去說服人家的時候 我自己都有情緒 所以我們要怎麼 用什麼方式 要怎麼克服情緒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情緒上 需要的 需要來下管道的部分 那麼技術上 當然可能律師 可以給我們很多的 那個意見 或者是協助 比方說 可能那個我們學教授 比較受人驚重 但是如果是我 小老百姓呢 我真的在選下去 我會負擔的 所以我們是不是律師 可以廣發名片呢 留我們稍微有的 對 所以就是 有點需要這樣子 對 然後再來那個 不好意思 有點多 因為就自己心裡 好多好多的問好 對 所以大概是這樣 謝謝你 我想剛剛徐老師其實講那個 也其實一直有在講說 基層員警 或者是林律師 這個基層員警的施法 其實跟 這跟他自己本身的關係 其實不大 那就是一個上面來的 一個意志 傳到他的身上 那我就剛剛講很清楚 對 不過來 呃 其實 我的問題主要是就是 因為 我真的不 我真的不會期待說 我們警察有足夠的 知識能力去判斷說 所有事件的正確性 然後我想要 我想要知道的是 就是 我們的政府 就是 那個 老師剛才有說過 就是德國嘛 他們的警察 是站在民眾那一方的 但是 我們的警察 是 現在看來的 我們警察 是和 國家政府 整個是牽在一起的 那 其實我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 警察竟然是 國家政府的 公權力的 實行的 一個 機關 然後 他照理說是幫國家 那 德國他們 政府是如何看待這些 幫著 幫著民眾的警察 就是 我覺得很納悶 就是 國家真的 那麼開放嗎 還是我們 我們的 政府就是 比較 比較不民主一點 我想要知道這一點 我們再做一個問題 然後我們請老師 來 來 先 剛剛 先 先 下一樓 不好意思 我問題可能會 會 比較多說一點 就是 我剛剛 那你要小心 千萬不要太多 沒有 比較多說一點 因為這是我之前 就是自己 自己 就是研究了一下的問題 那個第一點我是想要 就是請教關於 就是徐老師 就是 那個 當 當時候他事情的脈絡 因為 我今天這樣聽徐老師講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 車 然後 先車 再來是鐵柵欄 再來是警察 那 因為我是有聽到 有一種 就是 有 人家的意見是說 呃 徐老師在那個時候 被抬走 依照 就是警察 他去解釋警察的行為 是依照什麼樣的原則 什麼樣的法律 那有人提出 一個說法是 警察依照 警察職業清除法第19條 所以說 他對 那個 徐老師 他覺得徐老師的行為 有涉及到一些 就是 就是 危害到一些公益性 所以他依照那一條 去 對徐老師做一些 管束的動作 我現在目前有管束啊 那但是我自己去思考 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的心理就想說 我們是不是有一些 呃 法院的判例 或者是 或者是一些其他資料 來支持警察的這個說法 那 可是我不巧的是 找到反例 那我找到是 關於那個 視線第535號 那他剛好是講到 警察執權行司法 他是講說 呃 那一條是關於 警察領檢啊 不過 他的精神大概是講說 就是警察 在執行這些公務方面 他的合法性跟他 大概要依照了 比例原則 到底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 那個 他的精神大概是這樣 那 因著這一個 看到這個條文之後 我又有想到一個 一個 這是我個人的問題 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剛聽到 警察對於我們現在這一些 呃 街頭抗爭的運動 比較有效的 一個對抗的方法 大概是 把我們 載到一個 偏遠的山上 然後把我們丟下來 比起其他 他可能用一些 其他的法條 擠出我們公務為點罪啊 或是極為有心法 把我們載到一個 莫名其妙的地方 丟下來可能是 比較有用的 但是我心裡就想說 那 這樣子 警察沒有依照他的 質詢對我們的 譬如說 可能有涉及一些 強制罪啊 或是說 影響我們的 自由權 難道不會有 這樣子的侵害嗎 那我們是不是 可以根據這個主張 去 對抗警察的 職權行使 那 或是說我們可以 欸 你把我載到這麼遠的地方 我就 跟你申請 請投賠償 告警察 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 想法 是不是合理 我都會相信 老師解釋一下 好 我們現在先進了 那個 老師就自己針對 剛剛幾個問題 你不覺得 想要回答哪一個可以老一個 其實我不是 那麼清楚我當天 到底犯了什麼罪 其實我真的 其實當天 當車隊要出來的時候 其實交通都已經管制了 所以說我違反當天 因為在長安西路 長安西路其實交通管制 所以 我走出去的時候 是沒有車子在走的 在我前面 只有 一排警察 然後他後面 是一個鐵柵欄 然後再來才是車隊 是這樣 所以 我走出去的時候 是 不會影響到車型的交流 因為另外 警察已經滑車了 都拉得下來了 也因為他們都滑車了 拉得下來了 我才敢走出去了 否則我走出去 給車子撞 這個是 因為剛好 那個十字路口 剛好是空的 剛好是台灣東路 跟塔圖接口 十字路口 就是有一排警察 到後面鐵柵 那 那 警察的前面 根本都是空虎 所以我才 走得過去 那還請到這裡 那 我不知道 剛剛這位 夥伴提的問題 請問就是老師 那個場合是 因為說你 怕你被車子撞 那場合 老師是有可能被車子撞的嗎 我走出去的時候是沒有 是沒有車子被撞 因為 小鳳已經管轍了 根本沒有車子 因為他車隊要出去嘛 他一定會叫他管轍 這樣子 那我自己也請車 他們怕他們機動撞你 那個 那個十字路走是進空的 是完全進空的 後來是他們把我壓制了 可能車隊走的 紅綠燈號 是因為開始在運走的 可能是這個樣子 他們才會怎麼說 我不知道在後面回答你們的問題 我就管當天的情況 跟你 當時候是沒有車子 沒有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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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舉的意思 我們也上街了 我們會抗力學費 德國後來看收學費的時候 上街 我說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說我們的警察是面對群眾他們的群體 可能是站在我這裡的地方 我想可能是有一些同學可能會 好像之前有一個文章是說 好像有任務的警察放棄他的職務 然後進入群眾之後去站在一起 其實這個可能有點兒傳 是這樣的 我要講的是這樣 這個在執法形態可能就不一樣 就是說 先呃先呈一個觀念 台灣常常講一句話叫做行政中立 其實這句話有點問題 應該叫做政治中立 也就是說因為你作為國家機關的行政本身 其實是有價值判斷的 那這是無可後悔的 只是你必須要議法 按照法律程序 按照政法法律程序 那什麼是政治中立 是說國家機關的公務員在執法的時候 不可以不可以為了自己的政治犯罪去影響原本的法定程序 所以在這裡面形形底下 在這裡面形形底下 在德國的形形底下 你剛剛說 政府是應該站在 警察應該站在政府這一邊 其實對他們來講這不對 這個想法什麼都有 因為它按照依法行政 好 真正的嚴格依法行政 德國的規定很清楚 基本法規定很清楚 你有有機會結社遊行的權利 那你來上街遊行 政府就該保護你 所以這個是它的法定職務 這不是說 我放棄我的資權 然後去贊助 那我舉個例子 我們那時候遊行的時候是這樣 我們沿著動線是要往政府機關去判你嗎 警察是在前面擋我們 沒有 他們是在兩邊 還有我們的最後面 就是怕出事 他怕你 怕你會出事 兩邊是怕出什麼事 不是我們會去丟石頭 是怕你 是怕說交通 因為交通他必須要管治交通 因為你人這麼多一定要管治交通 那所以他沿路就是 我們經過路口 他會停下來管治那個 垂直向的交通 讓我們這樣走過去 那所以他是沿著我們 旁邊或是後面走 而且有一段距離 所以我說 他不是面向群眾 不是像一個 一個對抗 對抗的形態 在執法的時候 他們的想法不一樣 那想法是說 你有這樣的權利 我怎麼樣讓你完成 實踐你的 你的那個 憲法上所保障的權利 那 這個我想可能有人 因為 惡意啦 或是誤解 他們不是說 警察放棄了自己自權 加入群眾 他們沒有 德國警察是訓練非常好的 尤其 即便在歐洲的標誌裡面 他是訓練非常好的警察 他們 他們執法的過程 我自己在那一段時間 其實我有仔細觀察 我有自己 我也當過公務員 所以我對這個特別有興趣 他們的執法 非常的輕盈 而且可以看出來 他們訓練得非常好 他們 而且他們一定 一定是嚴守真正的 我們說什麼 依法行政 他們能產生真正依法行政 而且他不會 他們 他們 是少數可以 因為我們搶制權利的 德國 歐盟是沒有死刑的 但是德國警察 如果因為執行 執務開槍大死人 那個情形下 在法院上是有被肯認過的 好 在這樣的情形下 那 他有時候大權利害 可以打死人了 所以他們 他們的要求就非常一個 除非到已經不得已的狀況 根本不會 不要說套出槍 連拿出手刀都不會 所以這個就是嚴格的訓練 嚴格的所謂的 依法行政 是這個東西 我今天要提這個 有那必要嗎 事實上 我們今天可以看到 尤其是2008年之後 所有的那些警察執行的 強制執行裡面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覺得都是沒有必要的 其實你要 金字區已經畫色了 像台灣畫的信字區 畫到那麼寬 我管到海邊去了 那個情形底下 根本就不可能有什麼衝突性 說真的 今天只是因為 為證著自己 太心虛 太心虛 否則的話 這種抗議有什麼 德國甚至有兩兆的抗議 就在現場 兩邊互相抗議 這個新納粹那個時候 警察就隔在中間 隔在中間 對不對 那兩邊 他並不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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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們就 不允許 我們現在還在搶入拳 他說沒有啊 你兩邊都有啊 今天這些執行 執法的細膩程度啊 合理性 還有他我剛說的最後必要性 這個是應該在警察在執行之路中 執行之路中的最基本的問題 而且這個是這樣的 你知道警察法 在德國警察法 警察法是一個很複雜 很龐大的法律 為什麼因為警察法本身就是 行政法的最基本遊戲 它包括管理理的 或營建 營建 公共衛生 警察 這是原始的警察法 這是包山包包海 管到海邊 所以這個東西的經濟 它合理性 合目的性 還有有效性 這些都是必須要好好考量的 所以我認為這個心情 我要這樣做個補充說明 希望這樣也會到大陸問題 這樣 執法的尺度確實是一個大陸問題 但為什麼特別給大家看紅山軍的照片 那個 大概沒有像他們講台灣人 但是你說他50萬人會相信 可是那麼多人 當然也有人會罵人 也有什麼都會有 可是為什麼都沒有發生靜音 比較大的衝突 我覺得那就是執法性態 反正我就在旁邊看 你只要你不要往總路補充 我就會 我會對你怎麼樣 但是現在狀況好像 腳步一樣 像需要的手抓 在那揮揮手 大聲看 這樣也要抓起來 但其實 依照警察資源行使法 沒有錯它可以劃定管制區 好 那管制區難道隨便它畫嗎 我剛剛有提成的那個案例 難道隨便它畫嗎 當然不是啦 它也是要有一個必要的範圍 只是說這個必要範圍 到底有沒有被檢定過 隨便它畫 那畫完以後 如果你在管制區裡面 它能反應怎麼樣 依照警察資源行使法 它能夠盤上你 你沒有犯法 你人在管制區裡面 沒有立刻有犯法的問題 裡面有其他動作 沒有犯法 它就是能夠盤查人 盤查你 你告訴他身份 他查證沒有問題 他停不及你出去 他也不能抓你 你不告訴他 像那天不是有一個學生 在那個 福華文教會館的旁邊 他不告訴他 就被他抬毀警察局對不對 他如果不講的話 依照法律的規定 他是可以請你回去監察局 如果你沒有抗拒 他不能用強制力 如果你沒有抗拒 他不能用強制力 所以那個 其實法律的規定 不是完全不清楚 還算清楚 只是說原本管制 依照法律來的時候可以 然後最重要的是說 如果他違法的時候 他後面的處置是什麼 有沒有一個清楚的法院的案例 最後來教導的警察 你應該直白要該怎麼做 那順便回答一下 他那位大哥的問題 你那個行為哪得給你呢 你只是嘴巴唸你也有死 走過去的 所以你也沒有違法的問題 如果有測音器的話 可能85倍以上 那可是不是什麼噪音 傳法律的掌 那像徐老師那個 他說他逮捕他 他用現刑犯逮捕他 那就完全不是警察職權行使法的動作 其實沒有 他那個就是必須講出一個用什麼罪名 所以他講的公共危險 講這個就露餡了 所以才會有幾十個刑法的教授發言聲明罵他們 你在幹什麼 胡扯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還是要追究下去 剛剛還有一個問題 兩個問題 大家好 我叫小梁 然後也在這幾年也衝得不吵 而已 然後但是 有幾個小問題 剛剛老師會在這邊跟你們請教一下 那就是說 剛才老師有提到 就是 也是我剛才想問 當警察盤查身分的時候 那我們應該保持揭默 我們的不合作 我們的公民不合作 以及我們該出示身分證件的時機為何 才是最好的時機 然後剛剛一開始有人提到說 或許就是留置了一個晚上 然後 以及的就是 我畫壓 趕快出來 好 那這樣一個斟酌點在哪邊 然後我想要就是可能 這是一個比較實際面的地方 也是實在的地方 那我想也是 剛剛那個姊姊想要問的比較實際的處理方 然後拿到老闆老師說一下 謝謝 走 走 走 來 我想請問老師就是 像那一天就是 在那裡 一位神父抗議之後 一位神父抗議完之後 然後可能媒體上去看到 就警方出來指稱 老師指導自演 然後後來就是 還有說要 因為要保護老師不被車撞等等 那可能沒有看到現場論畫面 或者是沒有就是 就是沒有 就是看到實況的人 可能就是大眾 就會因為媒體這樣扭曲 就相信了 並方這種說法 那就是如果是 來就是如果是群眾犯的話 要怎麼反自動 就是媒體的扭曲 然後18號就是大補猜物那一天 就是警方第四次舉牌之後 就是中間一分局就派出兩輛警備車 然後就是當時大家都被叫上車嘛 然後就是後來我問我 我也是國安單位工作的同學 然後他說 因為我們衝撞總統府 他說 就是違反了社會秩序維護法 可是當我們在警備車上的時候 就包括有太平洋老師啊 然後還有其他農政的成員 就是我們怎麼樣問警察 他都沒有要理我們 就不跟我們講話 然後就把我們栽到 就是從總統府栽到國務紀念館 孫文紀念館 就是孫文紀念館 對 所以就是我們在這段時間 在我們最後要回到台南 然後還要自己出錢 坐一輛車 然後就覺得很難 這段時間我們人甚至有怎麼被 就是頂固了 然後就是 就是警方應該算是綁架群眾吧 所以就是應該要啟動嗎 還是 就是也不知道 好 好 好 那個 他有氣 來 講到那一天 我也想要問 因為是技術的問題 因為那天我也是 但我來另外一台 這大埔 那大埔當時正在 就是在 苗栗正 就是剛才的 剛好那個 那個 砍到前面就開始 大家在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 彭彭彭他就在那邊 在那個 在那邊 反正我們就在 他就在台 而且我那個 早上還有一個 還去一個interview 所以我 三三來死 結果我一坐下我就被台 就是 我是第一個上車的 因為我不知道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就想到前面看一下 好像 好像沒有地方站 就坐下 坐下 水水水 但是 然後呢 但是 上去了以後 是 就是 我們就一直問他 其實不是我啦 因為我就想說 被台 你大概 我們在一般的 SOP 就是說 你盡量放鬆 你不要跟他 那個掙扎 這樣你會比較重 他會比較不好台你 這樣子 反正就是 要這樣的方式 所以他把我突然卡到樓梯口 我去樓梯口 這樣趴著 那他還要上車 再把我從樓梯口 再弄到椅子上 被他來講廢力 這個是非暴力抗爭一個原則 然後原本是這樣子玩的 但是上了以後 我卻 就是可能有一些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他情緒比較激動 就被抬上來以後 就是還是在車上 一直鬧著腳 鬧著腳 然後就是對警察一直 一直騷擾 那其實 當然那個時候 我也想說 其實這樣講也不錯 這個好像比安安靜靜的 在市場本來的好 因為他們覺得很煩 但是確實他們就是 一直安安靜靜 就是警察一直講 不回答你的問題 因為其實你 我們說你到底依據什麼法 憑什麼幫我們抓上車 然後把我們載到順文經驗館前面以後 車子也就是 也停著 讓我們下車 那還不告訴我們原因 到底憑什麼幫我們抓走 那過程中 那個車上也 我就說了有人很激動 就一直在那邊 一直跟那個警察這樣子 揉來揉起來 話來話題這樣子 那有個女生就試圖要跳車 那她跳車結果一個女警就把她拉 就怕她跳車受傷 拉她 結果這個 要跳車的 就回頭咬了這個女警一聲 然後 那個女警就真的開黑色 前兩天我又去海盜 又當然有另外一個事情去海盜 欸 結果看到那個女警 我是Anthony 手最近還怎麼樣 還是OK的 然後那 只是 我就在想說 就是說 這樣子的狀況 對 確實 我們要怎麼樣對這個狀況 這是 這是一個啦 另外一個 一個比較 就是normative的想法 就是說 假設齁 我們要在警車上 對警察造成更多的 讓他造成更多的負擔 如果我們每一個人 準備一個樓來吧 然後上車以後 把他的椅子 拆掉了 因為他沒有造成 因為他沒有造成永久的 傷害 因為他可以把它倒個皮 但是我們給他拆下層的話 對他來講 又是多一個成本負擔 但我想說 我在想這一招 有沒有 有沒有犯什麼罰 他不會怎麼樣犯我 那就是律師 最麻煩你 剛剛這些問題就 公開一下 麻煩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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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講前面的問題 就是那個 什麼時候出示證件 是不是最合理 適當的事件 好 因為這其實我補充一下 因為那天 老師被抓到那天 我們第二波行動在 莊央社 對 然後莊央社 就有 一個伙伴被抓到 分送兩個 兩個分數 然後 我跟大家補充一下 為什麼會用這個問題 是因為當時 就是 老師被抓走的時候 當時下午 有第二波行動 在莊央社門口 我那個 大家都知道是誰 對 然後 然後沒有撲到人 但是 我們只有在門口 大喊而已 然後就 就零夥伴 然後被分送 大同分局 分送兩個 兩個派出所 那我就分頭 因為我當時沒有被抓 然後我就 因為我 我就裝死 不合作 然後就是 有一名高中生 是比較激動跟警察 幾乎是 幾乎是 快要被打 所以就比較麻煩 然後 後來就分送 兩個分局 分別去兩個分局 把兩邊的人 帶出來 那我剛好 有個法律的朋友 前天晚上住在我家 我就把他拖下水 這樣子 所以就把他帶出來 那帶出來之後 大家就 同學們就有很大的疑問就是 我們為什麼要出事 這件事 那我會說 該出事是要出事 但是我沒有辦法回答他們 在什麼時機點 出事是比較正確的 就是才能真正 達到 武功不合作 的一個動作 並且保護自己 OK 謝謝 他可以盤查你嗎 其實警察追求是 我可以帶你 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處 懷疑或有犯罪之處 如果你戴的都是棋子 他就會直接拿出來 你身上有帶家 但是全車每個人都有戴 車上只有三個警察 那我 那不因為是一個人戴 還是十個人戴 有不同嗎 一邊用這條 給你拿一邊拿一邊拿 所以千萬不要 你再怎麼戴他身上戴 有辦法被他栽贈 然後 那個身分證的問題是這樣子 如果他要盤查理的時候 你可以不告訴他 你一句話不要坑 但他可以把你帶回警察 可是呢 你如果限制你的自由三小時 他必須放在哪裏 解除你 而且在這個三小時裏 如果你要控制家屬 他會把你控制家屬 你要找律師他幫你 可是 我知道 這樣講很容易 但是一個人要被帶回警察 就是他會害怕 如果他們有經驗 其實會害怕 因為你不曉得 他碰到什麼瘋狂戰警 但是你不要進去 關門放東西 死人來看 尤其你落單的時候 其實我不太在一起 對 尤其是落單的時候 我覺得 你當然可以行使些默犬 可是真的 難保你遇到瘋狂警察 有時候大家互相激怨的時候 不知道他會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認為 你可以跟他 一直質問他 你幹嘛談查我 為什麼我在這邊不行 等到他真的要把你抓上警車的時候 好啦 那我告訴你 可以 就搞到他 搞到你要被 被關在密室的之前 你要 你要立刻 表明你的身份 這時候他沒有權力帶你回去 他就把他查證你身份 如果是的話 他就把你驅離 讓你出去 不知道 但是你說 就算我不出事 我在警局大概三小時 我也可以出來 可以走 但是 有時候會更快 但是 當時警察是主張說 因為 其實他們只是要你移開現場而已 他把你放在三小時 他也很累 他也怕你在亂弄 不然又帶骨絲棋子 不只是拆掉 開始 開始拆警察 你不拆 拆政府的開始 他 他不會喜歡把你帶回去 因為他派人開這裡 他不要下班 這很現實啊 還有你剛才有問到說 到底是今天晚上趕快畫牙走了 還是明天早上 現在 正訊被他全程錄影 所以我覺得 你自己選擇 你如果覺得說 你這樣可以開萬大門 讓他崩秀槍 你就跟他撐了 你可以拒絕夜間爭訊 你沒有問題 對不對 那當然千萬不要說 為了要回家 你就隨便給他寫了 這個千萬不要 因為那個造成 往後 無止盡的爬頭 那個 那個 所以 你可以自行全 你體力好 我本來就捏帽子 我可以不要睡 可是我就跟你玩 然後 然後你就 進取夜間爭訊 可以 那他如果真的要修理演員的時候 他也希望說 好吧 那晚上我就把你丟在街露宿 五天早上來 再除 所以 這個就是工法 好 那個 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時間已經 那個人來 就 蛤 對對對 現在 是 那個時間 有那個 所以說 如果等一下 我們還有剩下問題 有沒有10點 你一定要結束 那還有剩下問題 當然是可以就下來 那老師如果在的話 這個問題就給你了 好 來 就是說 剛剛說警察三小時內 一定要放你走 那我想問的是說 如果是未滿18 當警察 盤查你的身份證 問你 然後你告訴他說 你的身份證字號之後 他 你未滿18 他有沒有什麼權利之類的 我想要解決問題 謝謝 未滿18 應該是通知你爸爸來 你覺得這樣有比較好嗎 像是你爸爸拍 比警察更緊 那你不告訴他身份證字號 三小時之後 你就可以走了嗎 原則上是這樣子 所以 所以未滿18也沒關係 我還沒有通過真的嗎 不過現在有發現 高中生上街了 那個人也可以脫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我知道 我當天帶的那個裡面 就帶出來那麼多人 那個也就有兩個是高中生 謝謝老師 那 那 那你可以告訴他 說 那 那 我要找我爸嗎 我覺得他們 不會對情酒一樣 好 OK好 那今天我們還是一樣 非常的 感謝我們再次 那個 特別是律師 跟 說實際好 林鋒正律師以及 這個 何成輝老師 然後給我們帶來這個精采的 精采分享 那個 如果說 今後 有需要很認真的要 接下來要面對很多 各式各樣的 這個 生命重要挑戰 想要去祝賀這個 就是各樣的這個 院長啦 總統啦 主席啦 這種 行為就是說 苦天同性 大家那個時候 你就記得 跟那個 律師要一個 林律師要一個 他們晉級的律師團 那個 因為非典型 這個名字其實 蠻老套的 大概算七八年左右 沒有人在用 對還是 晉級的律師團 不錯的 你可以參考看看 好 但是不管怎樣就是 我們就是非常感謝 三明老師 今天給我們帶來的